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是各国无法回避的话题 特别是那些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 10月21日韩国朝鲜日报旗下网站朝鲜商业就报道称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后对非洲压倒性的投资规模已经令日本政府感到紧张 特别是当就遇到两国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时 中国在非洲的巨额投资令日本紧张 报道援引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报告称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来其向非洲的投资更加积极 像南非赞比亚加纳莫桑比克等多的非洲国家都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 非洲已经成了中国向海外拓展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前沿基地 其中中国的投资主要其中于连接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埃塞俄比亚 专家认为这一选择背后有着地缘上的考虑 麦肯锡今年6月的报告显示 在进军非洲的一万多家中国企业中有90%是私营企业 其中有74%的企业对进军非洲持乐观态度 63%的企业已经进行了长期投资 还有25%的中国企业可以在第一年就收回投资 按照该报告的说法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参与程度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辟敌 眼下中国和非洲的交易规模正以每年增加20%的速度持续增长 中国企业的利润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25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6591亿元 其中中国连续7年都是南非的最大贸易国 2017年1-7月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32% 达到227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506亿元 日本政府为克服国内的老龄化高公司等问题 眼下正鼓励他们的企业向非洲进军 虽然日本现在已经成了非洲重要国家 南非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在去年日本向南非的出口额只有2564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70亿1600万元 跟第四名的泰国相比也只有微弱的优势 相比而言 中国去年对南非的出口额 则达到了135亿96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902亿3000万元 不仅将日本援援甩在身后即便是第二名印度的出口额 3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0亿元 也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努力提高投资规模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上表示 到2018年将下条法人税建立3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990亿元规模的官民合作基金 尽管朝鲜商业的这篇报道通篇讲述了中日之间的竞争 但在文末报道还是回溜溜的补充到 2016年韩国向南非的出口额占南非总进口额的1 34%与中国相比 这一数值为不足道 当然无论韩日两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感到多腰紧张 中国仍将一网无钱 据北非邮报10月15日报道 本月中国已经和对华缅签的非洲国家摩洛哥 就在该国菲斯建设经济特区达成一致 摩洛哥方面希望可以借此吸引中国在汽车、航空、农业、 卫生和可栽生能源等领域的投资 而在此前中国的四川海特集团已经同意在 摩洛哥的丹吉尔建立一个价值100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663亿元的产业和技术中心 这将为摩洛哥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 而中国对非洲也不仅仅只有投资 南非泛飞通讯社本月15日报道称 在马达加斯加深陷属役危害之际 马达加斯加的中国商人和企业家协会 ESKMA还向马达加斯加政府捐赠5000万阿里里 约合人民币11万元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龙在致辞中说 马达加斯加的中国公民非常重视马达加斯加人民的福祉 也非常重视对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慈善事业 这一捐款证明了中国公民与马达加斯加共同抗击鼠疫的善意